70万,一口气跌至20多万 以下这三款车已经不仅跌至白菜价 更是让月薪5000的上班族蠢蠢欲动 并且还是大后驱把IT变得香 更是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现在入手这款车要比BBA划算的太多了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奥迪Q3 这款车不仅在外观方面受年轻人喜爱 价格方面更是如此 官方指导价278,800到329,700 优惠82,000 入门集中也才20万出头 只不过却有很多人吐槽他不是很良心 因为入门级版本是1.4T 远不如2.0T版本动力强 并且价格方面只差说近2万 我个人感觉还是2.0T比较划算 因为186匹的马力和麦腾使用的是同款三大件 别看账卖数据很一般 红级别车型就是跑不过他 在匹配7档试试双离合 那调教堪称天花板级别的 动荷一号还能够低至7.11 高速商品行驶能够低至6.8 非常的省油耐用 再结合4米495的车长 2米680的轴距 分类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而且各项辅助配置也是都有搭载 这对于女生来看的话还是很友好的 现在价格狂降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宝马X1 它和奥迪Q30同级别车型 但是在销量方面这管车确实完胜 只不过它的1.5T版本销量却非常的惨淡 虽然狂降10万 但是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傻子 只到加279,800到343,800 入门集成18万多就能够拿下 而它2.0T版本一户安后市的23万多 个人觉得还是2.0T版本比较划算 价格方面是比较实在 动力方面更是如此 匹配了2.0T7档4双利盒变子箱 这套动力搭配在一起 更是能够让你10年开不坏 马力还能够达192 动力也是要比奥迪Q3强不少 而且它还有8AT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是25万多 底盘配备了4区 其操控性通过性 那更是首区一指的存在 超弹更是达4米565 轴距2米780 车里的宽敞空间 绝对是要碾压奔驰GLC的 为什么赵管车卖得好 就是因为在攻坚方面 占有着很大的优势 现在优惠力度也这么大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捷豹XFL 对于这样一款豪娃中大行车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看好 因为它和奔驰G宝马武器 是同级别车型 但是随着赵管车的市场当中的不认可 价格方面更是从70万 一口气跌了25万多就能够拿下 不仅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更是号称暴跌王的存在 动力方面还匹配了 220T发动机 以及8AT变速箱大后驱 马力能够达200-250 扭矩能够达365 0-100加速能够达7.4秒 虽然这款车降价幅走大 但是在动力方面可是一点套路都没有 而且操控方面更是不属宝马 采用的是近50比50的配重比 以及大后驱强后的对险价 无论是你入弯还是出弯 姿态都是非常好 高速上面行驶也是稳重扎实 而且和外观方面 刷大的中网以及奔驰的logo镶嵌其中 其辨识度丝毫不亚于宝马 头距3米1 它长5米102 不爬的宽敞程度也是要碾压宝马武器的 内饰方面更是充满了浓浓的英伦风格 而且全系标配360 四种驾驶模式切换 都是能够满足你行车过程中的娱乐性 个人觉得入手照管车要比BBA强的太多了 但前提要接受它保值率低的缺点 不过开出去非常的有面子 而且还很享受 这次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豪华车型不仅优惠力度大 动力也是非常的强劲 开出去更是非常的有面子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